欢迎收看第158期北京不敬音 效果文化这个脱口秀house 这个侮辱解放军这个事情啊 从5月13号开始发生被举报 然后到这个5月17号昨天 这个处罚结果包括整个事件的定性都结束了啊 所以我们今天的整体来聊一下 先捋一下整个这个事情的一个时间点吧 一个脉络啊 是5月13号的时候啊 微博有一个网友 这个人叫什么呢 叫不愿透露姓名的曼联球迷天某 这个人也扒出来了 我们待会再说 这个人呢发文称 说效果文化的线下脱口秀中 表演者house存在使用段子侮辱解放军的情况 这是5月13号 我们先看一眼吧 我们又找到了这个这个当时现场的这个录音啊 就是他到底是所谓的怎么侮辱解放军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听一下现场这个片段 我去上海的时候就收养了修养了俩高油画头 严格练和不是油漏头 我不是从家世纪的一座山 眼下来就两条街头 我都不算救助他 因为他在山上那个食物链的之类完全不需要我们的救助 我们只是相当于变形戏 两下城里的生活 那两个老朋友确实在山上就是食物链的尽端 我看了他的第一时间我感觉我不是在看他 我是动物世界的拍摄现场 这两条狗中一个松树像炮弹发射出去 那你平时看到那些狗你会觉得很光 心刀被红化了 我想到这些 我看到这两条狗中那些一直闪烁出了八个大字 做风优良的大圣上 非常严重 我牵着这两个狗在上海的街头灰风淋淋 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们的运动量太大 我的身体素质有点扔不上 OK 听完了吧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段 说侮辱解放军 其实就那八个字 对吧 当然了这里边这个狗啊 两条狗啊 然后在上海啊 这些这些有没有在影射这个上海封城时候的 这个某些解放军的作为啊 我们都现在都不知道 对吧 不知道这个House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个事接着往下呢 5月13号 5月15号的时候 这效果文化发布声明 以无限期停止相关表演者House的演出工作 并向大众表示歉意 然后这个House这个人呢 他的微博也被禁言了 紧接着呢 还是那个5月15号上午 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 表示已对相关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当天啊 人民日报就发文批评 啊 就说脱口莫脱轨 顽梗须有度 片面追求效果而不惜彩线 就陷入了误区 心有所谓 言有所借 行有所指 这应是职业底线 更该成为行业共识 价值观 利益的端 言行才不会跑偏 这等于给这个事情呢 就做了一个定性 对吧 那么接着呢 还是啊 就是说5月15号 等于这北京市 呃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嘛 就开始了 就决定对这个 上海校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依法立案调查 那么经查时 该公司及其演员 叫李浩石 就是这个House 啊 肆意篡改演出申报内容 一个脱口秀 还要申报内容 在5月13日下午晚上 连续两场效果脱口秀演出中 出现严重侮辱 严重侮辱 人民军队的情节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啊 然后依据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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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啊 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多少钱啊 这是 1325381块6 罚款 又罚了 13353816元 然后呢 对涉案人员及其演出 呃 经济机构和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等啊 一并的处罚追究责任等等 那无限期的暂停这个公司在京所有演出活动 这个事情呢 就是然后 你看这等于就是全都调完了对吧 然后对此呢 效果文化就发布了一个声明啊 七条整改措施 包括即刻解除涉事演员 house劳动合同和艺人经济合同 将全留成无死角 把关 等等 那这个事情呢 新华社呢 还发了一个 5月16号上发了一个 叫人民军队 不容冒犯 必须敬畏 那然后还 还给发了一个图啊 就是这么一图 你看啊 解放军 对吧 上面写着这12个字 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 关键是啊 就是这个house里边说的是这个 说这两条狗 对吧 说他们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这八个字 等于跟这个里边 这12个字里边的 其中的三分之二呢 重叠了 你这就是侮辱解放军 那是不是得把这听党指挥 一块给说上呢 关键是最恶心的是 下部有句话啊 叫每个人都必须敬畏 人民军队 保家卫国 每个人都必须敬畏 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 每个字都不容冒犯 那我说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 这个事情 就是 为什么呢 就是你人民军队啊 你从这个49年 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 有谁来侵略过 对吧 你这支军队 组建花了这么多的钱 你去打了什么保家卫国的仗 别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抗美援朝啊 这个事啊 加引号的抗美援朝 你那个是 你那个是阻止 联合国去解放朝鲜 你是站在邪恶的一方 你不是保家卫国 人家只是要解放朝鲜啊 没有要跨过一下陆江 打到你中国境内 对吧 所以越南啊 越南什么自卫反击战 其实那是你给美国上的投名状 那你是自己 你是侵略一方 你侵略到越南 等于你没有任何是人家要侵略你 然后你保家卫国去打的这个战争 所以你讲什么 人民军队保家卫国呢 我印象中 这支这支军队啊 说的是人民军队 但是第一句话 听党指挥 你到底是国家的军队 人民的军队 还是党的军队 还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习近平一个人的军队 这个事情都捋不清楚 你现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敬畏 畏我能理解 是每个人都怕他 哪来的敬呢 对这支军队有什么可敬呢 而且 在从49年到现在 这一段历史里 我印象中这支军队啊 拿起枪 真正的所谓保家卫国 他保他那个党的政权 他的枪口是对准人民的 对吧 8964 他枪口是对准人民的 就这么一支 把枪口对准人民的 所谓人民军队 有什么可敬畏的 啊 连这十二个字 每个字都不容冒犯 丢人不丢人呀 新华社说这种话 有一个人给我留言 让我讲那个8964啊 因为我觉得 这也不是一期节目能讲明白的啊 8964 但是呢 我简单说一下啊 每一个你能翻过墙的人 那你能够自由的接触 你不管你是查维基 还是在YouTube上去查一些视频 8964都是你应该 必须去了解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对于墙内的年轻人 我为什么反复的 就是经常啊 在我的节目里会劝那些年轻人 不要一时冲动啊 不要那个 就是你怀揣着这些普世价值 都是OK的 但是你不要觉得说 哦 中国现在不是这样 所以我要 做出某种的贡献 甚至牺牲啊 唤醒我的同胞 等等等等 你一定要先去搞明白啊 8964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多可怕这个事情 你再去做这些 求人得人的事情 因为 因为这个政权啊 这个 包括这个政权 所控制的这支军队啊 就是毫无人性 就是一群畜生 你知道 所以效果文化 就把他们比喻成狗 我觉得狗都是一种侮辱 就是这些人啊 这些人 虽然真一个个 生物性上都是人 但是 作风啊 做法上 连畜生都不如 你不要侮辱狗 在这个事情上 这些军队的人 当时 89年4月份啊 就是胡耀邦逝世之后 那北京这些大学生呢 跑到这个天安门广场去集会 去祭奠这个胡耀邦 在这个过程中呢 喊出了一些政治口号啊 希望去当时的政治上的一些问题 希望去改变 然后呢 这个事情就拉锯 拉锯 我们中间不讲那么细了 因为这些资料 大家都可以查到 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去 不停的去了解 8964发生了什么 文革发生了什么 从49年那个国家 甚至从21年 这个能破党建立 到现在 所有发生的事情 都要去了解 因为你不了解这个历史 大家怎么去反思呢 你这些东西不了解清楚了 怎么去指导 你现在的这些生活 和你现在这些认知 包括你对于中国未来的判断 对吧 你是判断不清楚的 你了解了8964 他们有多么邪恶 你就完全能够知道 你你你之后 应该去怎么去做 你该认出来 认出来 你在墙内 说难听点 你该苟着苟着 对吧 你不要再去干这些 就是你觉得好像是 可以讲道理的 跟他们 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 6月4号之前 那就决定要清场的时候 这个这个军队啊 从西边 从东边 就往天安门广场去 其实真正的这个 屠杀呀 后来有管这个叫 天安门大屠杀的 但其实真正的 最大的屠杀 没有发生在天安门 发生在西边 就墓虚地这个地方 北京 等于从6月3号晚上 就从那个地方开始 进来坦克 什么的 然后到6月4号 整个天安门广场清场 所以这个事情最后 是叫六四 你现在在国内的话 他不能叫这个8964的 都是叫什么 叫什么什么89年 什么春夏之交的 什么一场什么政治风波呀 什么六四风波之类的 就这些名字 那六四我们今天不展开讲啊 我我当然我抛这么一个引子 就是这支军队 唯一的一次啊 拿起枪 这个枪口 还是对准自己的老百姓 对准人民 然后你能叫人民军队 要脸吗 然后现在要求每个人都敬畏 这支军队 然后对 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人我 我想扒一下他 就是举报这个 效果文化这个house的这个人啊 他不是说叫什么 微博上叫 不愿透露姓名的 曼联球迷天某 这人是谁呢 现在有人扒出来 这人叫李天夫 李天夫 南山东德州人 英语专业 2012届校友 哪个校 然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取得翻译硕士学位 回国后 入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括号原中央电视台 外语频道 先后担任编辑 则编 现任CGTN新媒体部制片人 主编 连续多年参与两会报道 参与建国70周年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 建党百年报道等 重大报道活动 曾赴越南 德国 俄罗斯 巴布亚 新几内亚等国 参与G20峰会 APEC会议 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等 重要国际会议的报道 或2020年 中央宣传文化系统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 等等这么一人 其实这种人啊 就是我之前也见过 我曾经有一个同学 就跟他这种经历都很像 就是这些人呢 他会去出国留学啊 家里就是有一些钱啊 背景送入留学 送到呢 就是这些五眼联盟的国家啊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然后新西兰这些地方去留学 也也算外边见过市民 对吧 然后呢 家里的关系 留学之后 他都不会留在那的 那就是杜一层金 当时海归热嘛 杜一层金回到国内 然后也是进到这种 中央电视台等等这些体系里 然后在一个频道里 然后凭着家里的人脉呢 在这个系统里混 实际上他们其实是一种既得利益者 就是得到了这个党国的一个实惠 所以呢 为党国唱这个 唱这个赞歌 很多人觉得他们都是 就是身不由己 那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啊 发个什么朋友圈啊 我那个同学 发什么 比如到毛泽东的生日 或者毛泽东的什么 什么 就是这个诞辰日啊 就会就会去发这些东西啊 祭奠毛泽东的 歌颂毛泽东的 平时这个所有的什么什么建军节啊 什么这些党的什么这些生日啊 都会发东西 我们原来啊 认为他是身不由己 对吧 就是说他没办法 他要必须的组织交代的任务 他得转发这些 我们都理解 后来我们发现不是 就是这种人啊 他不是 他是身不由己 只是一个层面 他从 他是真心的拥戴 因为他在里边挣到钱了 他也不希望那个体制有任何的改变 因为改变了 影响的是他的泛滥 影响的是他的既得利益 所以这些人 你给他讲中国的这些苦难啊 中国老百姓的这些事情 他就装瞎子 他看不见 他装笼子 他听不见 就是活着这么行尸走肉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你看看 他被 被这个长期的这种洗脑之后 他还在这个里边 他还找到一些机会啊 这个人被举报了 他在他的这个单位一定会受到嘉奖 他去举报这个事情 不是 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被洗脑之后 他或者说假设他家里就当兵的 对吧 他受不了 这个 这个house 侮辱 所谓侮辱解放军 形容是狗 他受不了 不完全是一个 个人的这么一个情绪上的一个 一个反 就是怎么说呢 反弹 然后去举报 不是的 除了这个之外 他有他的利益方面的考量 这种人 他觉得 哎 现在尤其是后面 你们会看到 越来越多的人会去打这种小报告 因为呢 整个的政治文化是这样 他打完这个报告之后 他能获得晋升 他能获得嘉奖 他这是一种资本 这种人 这种人就是这么无耻 所以我们今天把他报出来 就是这个叫李天赋 这种人很多 你不要觉得说 好像他去 有的人要去海外了 然后见识过这些自由民主的世界了 他的想法上 或者平时啊 你看不出来 平时他会说一些这个 支持这些普世价值的 这些人权的话 但是 总有这种点 他就会暴露出来 他的真实的想法 而且就是说跟他的这个 挣钱相抵触的时候 他平时说这些漂亮话都没有用 他该举报就举报 他该 他做多恶心的事 去害人 他就会去做这种 做这种害人的事情 所以呢 你看啊 就是我们再说回来啊 就这人不说了 我们说回来说这个 人民军队这个事情 很多人会说啊 人民军队是 是你什么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什么 哈喽Kitty 对吧 有这种话 原来是说 这个解放军啊 说他们特别厉害啊 听党指挥就能打胜仗 那作风还特别优良 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如果有听到我这个节目呢 你还是相对有点粉红啊 你还是这些年的宣传 让你觉得对这支军队抱以一个厚望啊 你觉得他们真的能够打胜仗的话 我觉得今天你应该醒一醒啊 就是这支军队真的没有什么指望 你看看里边有多大的贪腐的问题 这些一个一个的这个 这些这些将领啊 所谓将领都是什么样的一个体型 啊 他们都平时都是一个什么酒囊饭带的这种这种这种情况 底下的这些军队也是一样 这个军队是烂到根的 你看到那些宣传什么这武器那武器什么的都没用 你看看俄罗斯 所以这支军队啊 不是说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老虎啊 然后真正有一天它真的能够去发威 然后你现在只是把它当这个一个哈喽Kitty看啊 它连哈喽Kitty都不如啊 对说到哈喽Kitty 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引到这儿呢 因为有人啊也给我留言 说看我后边这个哈喽Kitty 很好看啊 希望我展示一下 然后我就拿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聊点好玩的东西啊 这个哈喽Kitty穿着和服的 拿着这个小扇子 这个是我再转一下 这么一个立体 这是我在那个有一次去东京旅游的时候买的带回来的 我觉得特别的可爱 特别好看 所以就一路去哪都带着 好展示完了啊 行吧 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我觉得聊这些人民日报啊 什么新华社啊 这些报道啊 就极其的恶心 这些文字啊 看着 但是呢 从这个话题的引申出来 就是现在的国内就是这么一个举报 成风的一个情况 那么因言获罪的也是普遍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 在墙内的朋友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我再说一定是年轻人 不要一时的这个气不过啊 因为很多人是喜欢看这个中国这些脱口秀的啊 我是没看过这些 我一次都没看过这些脱口秀 但是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喜欢 那喜欢呢就是你比如这个house也好 或者之前的那个池子也好 甚至什么李旦或者什么这些人 我都不知道啊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那可能是你的怎么说呢 偶像或者你追他对吧 或者你就是喜欢他 那么他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说好像你要去鸣不平啊 去发展什么东西啊 在墙内或者或者或者做一些更激进的事 不要 先去研究8964 先去搞明白那支混蛋军队 到底对人民都做过什么 你就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了 感谢收看订阅点赞